才能進去這一場對的slido裡面提問 那我們接下來要歡迎來自香港互聯網協會 Internet Society Hong Kong的Benjamin 要來分享他對於就是香港 他們剛完成的那個開放資料指標的成果 好 那我們歡迎Benjamin 來自Internet Society Hong Kong Chapter 香港互聯網協會的周水斌 英文名叫Benjamin 那麼在今年的5月呢 我們香港互聯網協會發布了一個全新的project 叫做Hong Kong Open Data Index 香港開放數據指數 這就是大家現在看到的一個slide 那這個Hong Kong Open Data Index的目標呢 主要是希望從民間的角度來看看 來觀察香港的Open Data的一個狀況 然後以及我們可以在接下來 不管是官方還是民間做Open Data的工作呢 能夠在哪些方面去做一些改進和突破 那麼接下來時間 我們就想和大家來分享我們的這個project的一些發現 以及呢也想和台灣的朋友來交流 怎麼樣能夠才推動Open Data的整個的社群的建立 好 我簡單的來說一下Open Data的 我們這個Hong Kong Open Data Index的背景 那麼講到Open Data Index呢 其實台灣的朋友可能會聽說過另外一個叫做GoGo Open Data Index的一個project 那麼在2017年這個project最後一次發布的結果之中呢 台灣呢是在全球94個地區裡面呢是排名第一的 那與此同時香港是排名24比台灣要落後 那香港即便是和亞洲同樣經濟水平發展相似的國家相比呢 香港也是落後的 比如說日本新加坡都日本排第16 新加坡排第17 那麼在這個最後一次發布之後呢 其實我們就並沒有知道沒有辦法知道香港甚至包括一些其他地方 在Open Data取得了一些怎樣的變化 特別是香港是變好了是會變好還是會變差呢等等等等 我們都會有一些疑問 那這個時候呢我也想再簡單講講香港的Open Data的發展的一些背景 那麼香港的官方呢在2011年推出了第一個實驗版本的Open Data的平台 叫做資料一線通 那麼我們大體開始認為從這個時候呢開始有這個Open Data的發展 然後呢從2013年開始呢開始民間呢講Open Data就非常非常的活躍了 那這裡面主要是一些公民社會的團體通過一些HackFan的方式來推動Open Data的發展 那這個時候政府也有做一些些的工作 並不是很多去比如說對這個Open Data的Planfor進行了一些革新 那實際上官方真正的開始重視這件事情呢是從2017年的12月開始 當時官方出了一個叫做Smart City Blueprint的一個策略文件 那中文名叫智慧城市藍圖 那其中呢就包括了比較多的內容是講Open Data的 那麼這個時候才開始一些政府的部門呢才真正的很積極的行動起來去做Open Data的一些事情 那很遺憾的是呢 這個來自非官方的民間的這個國際的排名呢 在2017年之後呢我們是看不到一個發展狀況的 所以呢我們希望去填補這個空白 那這個與此同時呢其實民間也對於政府的Open Data的一些做法呢 有一些批評和嘲諷 那一些學者呢也提出了他們的不同的看法 所以說呢在這方面呢其實大家的議論還是蠻多的 但實際上真的是很全面的系統的來完整的來看待這件事情的發展呢 到之前到我們這個project之前呢也是沒有的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Internet Society Hong Kong Chapter提出來 在2018年正式提出來說我們要籌備去做這樣一個 Hong Kong Open Data Index的一個project 那我們決定要做之後呢 我們主要的方法呢還是參照國際上一些比較成熟的評估體系的一些做法 那我們做了一輪的這樣一個審視之後呢 發現在國際組織以及臨近的可供比較參考的一些國家和地區 包括台灣也包括中國大陸的一些Open Data的 他們是怎麼去評估這件事情的 那我們都看了一遍 那然後呢再做出適應香港的一些標準 那我們在看的時候呢我們也覺得有些比較有趣的發現吧 比如說我們看到最早的完整的做這個Open Data的國際排名的 就是我們剛才講到的這個Global Open Data Index 那它從2013年開始到2017年結束 那麼到了另外一個在國際上也有一個比較有影響力的 叫做Open Data Barometer 那它也是在2013年開始 到2018年做了一個最後一個版本之後呢也沒有了 那這個Open Data Barometer呢是由這個World Wide Web Foundation來推出來的 那這兩個呢其實都是非政府的國際組織 那其實後來呢Open Data的也越來越得到一些官方的重視 很多國家都提出了自己的Open Data的政策 那在官方的政府兼組織裡面呢 比如說像OECD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 也對這方面有很多的參與 也制定了他們的一些標準 也發表了一些很詳細的報告 那麼這個呢我們也有做出一個參考 那我也想特別想提出講講台灣 我們在2018年決定做這個時候呢 也聯繫了台灣的朋友 特別是聯繫到了開放文化基金會 去了解台灣從民間到官方是怎樣去推動Open Data 以致它能夠在全球排名能夠排到第一位的 那我們去溝通之後呢 發現原來在開放文化基金會呢 他們在2017年也發表了一個開放政府觀察報告 其中有專門有一章就是講開放資料 也就是Open Data的 那麼這個報告的Open Data的部分呢 用了就是剛才講的Open Data Barometer的這個方法 去審視台灣整個社會的Open Data的狀況 然後呢也提出了很多具有建設性的意見 那其實很有趣的是 大家看到這裡的一些很多的一些觀察呢 其實和我們今天做完香港的一些評估之後呢 有很多很相似的地方 然後呢我們看完了其他國家地區的一些做法和標準之後呢 我們進行了一個總結 然後總結出了12個來評估香港Open Data狀況的技術標準 那其中有一些呢可能已經關注Open Data的朋友呢 已經有所了解了 比如說Machine Readable 比如說開放授權 都是開放Open Data社群以前積極倡議的比較多的 那麼也有一些呢是近幾年開始提出來 然後但是越來越多的人在關注的 比如說我們這裡的第10條有一個叫做永久保存檔案 說的是呢就是這個Open Data在發布之後呢會有更新 那每次更新完之後呢其實舊的數據呢作為一個歷史檔案 應該是忠實地保存下來而不應該被刪除掉的 那這個也是特別近幾年提的很多 那麼也有一些組織提出了 比如說Open Data其實不應該只是讓受過IT的 有IT專業背景的程序員來讀取 那麼其實一般的普羅大眾呢 其實他們也應該能夠自己去看得懂 所以呢提出了Human Readable的一個方向 所以呢我們把這些最新的一些標準呢 也納入到我們的Hong Kong Open Data Index的指標體系裡面之中 那除了這些技術標準之外呢 我們很重視的一點就是要哪些類別的數據是應該去審視的 那麼我們特別在本地的社群去做了一些諮詢 然後呢我們根據國際標準和本地的諮詢呢 歸納出了16個數據類別 我們認為是值得去關注的 那麼其實呢在這16個數據的類別之下呢 我們每一個類別呢又有3到6個不等的子類別 因為我們只是去評估香港一個地方的狀況 所以呢其實我們每一個數據的類別呢 都是可以看得比較仔細一點 另外一個我們想說的Hong Kong Open Data Index 也比較跟其他的數據有點項目不太一樣的地方呢 就是我們不僅僅是會去看這個Open Data平台上的一些數據 其實呢我們也會去看一些政府部門 他們自己各自的網站 包括立法機構的網站 那另外呢還有就是一些私人的公司 但是其實他們從事的業務跟公眾的利益是密切相關的 比如說在香港巴士服務就是由私營公司去經營的 那但是很多巴士的一些實施的資料 其實他們提供的這些開放數據的方式呢 也是從他們的網站上面去發布 所以呢這些呢也都是我們會去審視的一個材料 好那我們做完了這個評估之後呢 我們也有一些發現 那我在這裡呢簡單的和各位來分享一下 那麼第一個呢我們來看看就是 我們檢視的16個數據類別裡面 他們各自的狀況是怎樣的 那我們會看到呢差異其實還蠻大的 比如說在一些類別比如說普查和統計 立法及諮詢機構 這些他們的數據的開放程度呢是比較好的 但是呢也有一些領域呢是非常差的 我們看到在最下邊這裡有土地商業登記 他們的得分是並列最末的 那麼其實司法及安全房屋政府及運作呢 他們的得分呢也都是在70分以下 應該也是屬於不太好的一些領域 那中間的一些我們看到的 比如說社會福利交通運輸 環境能源維生健康這些民生經濟科技的呢 相對來說呢就算還OK不算最好但也不是特別的差 那所以呢接下來我想重點去講一講一些比較 開放數據做的比較不好的領域 那其中一個比較糟糕的領域呢就是土地 我們看到土地的這個開放的情況呢 我們把它分為了六個子類別 包括地圖地界土地業權土地用途地貌 然後城市規劃 土地業權就是英文的land ownership 在台灣叫做應該叫做土地所有權 那麼其實這一塊呢大家可以看到呢 就是它的開放數據是得零分 主要的原因就是如果我們要去查土地所有權的話呢 要經過一個比較繁琐的申請的程序 而且呢是要付費的 那麼這個從開放數據的第一條 是否免費往上可獲取這一點呢 就已經是得零分了 所以呢我們可以完全是認為 這個數據呢它是在網上是不開放的 然後其他的一些類別呢 可以說是部分的開放 所謂部分的開放呢就是可能 它的詳細的資料呢你是要付錢才能得到 但是可能在一些其他的網站呢 有一些摘要 你可以看到一小部分的資料 或者有一些資料呢 它不是用開放數據的格式去釋放出來的 那麼呢所以也它的得分的普遍來說都是不高的 那麼這裡呢是土地的狀況 那另外一個排名最差的呢就是商業登記 商業登記的有一個得零分的類別叫做十億擁有權 那麼其實它是英文的 Beneficial Ownership翻譯過來的 那它是什麼意思呢就是其實講的就是公司的一家公司的實際的控制人 因為我們知道如果你去查一些公司的登記資料的時候呢 有些時候你會看到公司的擁有人並不是一個自然 一個人的名字而可能是另外一家公司 那所以其實很多公司是它的所有權呢是呈呈欠討 你沒有辦法真正的知道是誰 那但是這幾年呢很多主張Open Data Open Government Corporated Transparency的組織呢 都在倡議應該增加這個Beneficial Ownership的透明度 所以呢很多Open Data的國際標準都有這個Beneficial Ownership 那麼在香港呢在這一塊呢是其實在2018年官方才要求企業去報告這個Beneficial Ownership 但是實際上呢報告完之後呢它並沒有向公眾去開放 所以這一塊呢得分呢是零分的 那麼另外我們也看到就是香港的政府運作的Open Data呢 得分呢也是普遍不高的 主要的原因就是呃很多資料呢還只是在政府的官方的網站上面呃 在網頁上面有一些寫出來 但實際上沒有很完整的用一個Open Data的方式很成體系的向公眾去披露 那麼呃我們講了一些不太好的地方 其實可能大家心裡也會有一個疑問就是怎樣才算是好呢 其實這也是我心裡面的疑問呃呃 呃我也在目前也在看一些國際上一些最佳的做法 那我也呃呃也想和各位去分享有一個資料 我覺得蠻值得去參考的就是2019年出版的一個電子書叫做The State of Open Data 那麼這是一個有500多頁的一個免費的電子書 大家可以直接在呃呃他的網站上面去閱讀那他分了很多的類別一個一個的類別去看全世界各個地方的Open Data的呃呃 他們的做法特別是最好的做法在哪裡然後將來可以怎樣去發展都提出了他們的一些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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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我们看到在指标得分里面 最低的是开放授权 那开放授权讲的是 一个资料发布出来 是否授权资料的使用者 能够最大程度的 不受任何限制的去做自己 包括用一些商业出版等等 那如果是能够去做 商业出版的话 其实是一个比较最大程度的 一个开放授权 那在这里的话 香港是得分是最低的 那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我们在标准里面 其实设定了两个层面 一个就是它的合约的 它的政府发放出来的条款的内容 是否开放授权 那另外一个就是 它允许开放授权 你是否用一个很清晰的方式 去跟公众解释说 原来你是可以拿来去 这个资料你看到之后 你是可以拿来用的 那香港最大的问题就是 没有一个很清晰的 开放授权的一个标志 来告诉公众 你是可以拿来自由的用的 所以它得到了最低分 那另外一个我们觉得很有趣的 关于开放授权的观察 就是同一个资料 在不同的平台去发布的时候 它的得分也是 它的授权的条款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教育局在发布 学校的资料的时候 它分别在它的网站 和它的开放 open data的平台上面 也都有发布 那我们看到在网站上面 它写的条款是 仅限于做个人用途 或非商业性质的内部用途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下载了这个资料 资料去做了一些分析 然后可能写成了一些文章 发表在一个付费的媒体上面 其实这个就已经是违反了 它的这个条款了 所以这个条款 严格上来说 不是一个真正的开放授权 它有很多的限制 但是同一个资料 在政府的开放数据的平台上面 去发布的时候呢 它的条款又非常的不一样 它写的说 你的资料是可以免费的 浏览下载分发复制和列印 然后呢 以及可以用作商业和非商业性用途 所以这个授权呢 是非常的宽松的 它是我们认为 它是一个开放的授权 那我们就发现 同一个资料 在不同的平台上面呢 它的授权不一样 这是一个 非常有问题的一个做法 那我们简单的来总结一下呢 觉得在香港的 开放open data的一个状况是怎样呢 我们发现呢 其实有好也有不好的地方 那好的地方呢 就是除了刚才讲的 几个数据的类别之外呢 其实绝大多数的数据呢 官方都有透过一些 开放数据的方法去发布出来 是有的 只是说有些细节 可能做得不够好 那另外呢 还有就是一个比较有趣的资料 的状况呢 就是很多资料 发布了之后呢 其实官方是有 有人去一直在更新 其实在很多其他的一些地方呢 更新其实是一个 不及时期 其实是一个蛮严重的问题 那这是香港做的好的 那另外香港做的不好的 也是非常的明显的 那包括我们刚才说的 开放的授权的条款 第一个不清晰 第二个然后标准不一致 那另外有一个呢 我们也讲到的 就是这个metadata 在台湾叫做原资料 所谓原资料就是去描述一个资料的 它是什么时候出版的 谁出版的 然后授权的条款是怎样 很多描述的这些资料呢 在香港呢 其实不是很完整 那也有刚才提到的 这个历史资料呢 也非常的没有保存 那么我们也对这个政府的 开放资料的做法呢 做提出了一个建议 那么其中一个呢 我们就是提出参照 其实特别像台湾的做法呢 去做一个开放公众参与的平台 来决定什么样的资料去开放 要优先开放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就针对刚才的 一个标准不一致的问题呢 我们认为要成立一个跨部门的小组 来协调这些资料的一致的程度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也希望能够一个 对香港的Open Data的状况 做更深入的分析 特别是在政策 法律 政府管制的层面 以及公民社会的参与层面 去做一个分析和建议 那另外一个呢 也希望把一些国际其他地区 包括台湾的一些 很好的一些Open Data的做法呢 能够比较有系统的介绍到香港来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觉得 我们应该多做一些 公众教育和参与的工作 因为我们觉得现在 在公众层面对这方面的认知呢 也不是很足够 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也是希望能和台湾的朋友去交流 怎样我们能够做得更好 那也很欢迎大家提出你们的问题 有兴趣的朋友 能够上我们的网站 来了解更多的资料 也可以和我透过电邮来联系 这是我的联络的方式 Benjamin at ISO.HK 好 先谢谢大家 我的分享先到这里 好 我们谢谢Benjamin精彩的分享 那我们也更了解说 原来香港现在 就是开放资料的现况 那接下来我们会请待会 就是刚刚的香港本土研究社的 Brian和King 还有Benjamin一起来跟大家进行Q&A 然后回答问题 那基本上呢 现在那个slido 如果大家还没打开可以打开 上面已经有不少的问题 然后我们会先问香港本土研究社两个问题 然后再询问那个香港互联网协会 那首先呢 Brian和King已经在线上了 有听到 他们有听到吗 听到听到 嗨 很高兴听到你们的分享 那我先问一个 因为我最想问 就是你们研究员内部如何分工呢 感觉要募款又要研究 还要出数 对 我们是所有的东西都要自己做 是用teamwork的方式来一起做的 就是其实我们是有一点 在比方说我们研究员不只是做研究 同时是要策划一些研究的题目 让公众参与 还有就是我们也是在一些异体上的推动者 对 所以其实是有多种身份 多种角色的 因为其实我们一开始 我们开始这个本土研究社的时候 是想有一种构想 但是事实上是太理想 就是我们觉得其实我们是可以做一些 后勤的一个 就是在backstage一点的一种 就是资料向提供一些 我们叫胆药 给公民社会或是不同的团体 然后做到一种我们叫研究赔力 这个其实是我们成立的目标 但在香港情况其实是很多时候 你要自己研究以后 你要自己走出公众的平台 自己说 对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关注的事情 就是自己研究的事情 是没有人再再拿出去去讲 所以因为我们自己很多研究员 都变成了一个倡议者 对 其实有这个角色的一个重叠的一个问题 但是我猜我们的整个民间研究团队 大部分时候也是集中在 真的是怎么样构想一个研究的平台 才可以让更多的一些一共参与 我们这半年有大概100个不同的一共 可能每个星期一天到半天来帮手的一种方式 所以其实是用这种方式来 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培育这个民间研究的能力 对 就是我们大概现在的运作方式 好 所以其实不只是募款又要研究 还要初出还要占到第一线 又增加一个 然后而且其实培育志工非常重要 尤其你们的工作是靠着 那其实带领志工也是一门学问 或许之后台湾这边也可以多多询问你们 因为我们目前可能比较少 用这种方式来推出相关的研究报告 好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想问香港本土研究社 就是你们过去已经推出了非常多的研究成果 那有没有什么样的研究是被终端 或没有办法继续下去的 那有没有在过程当中学习到什么经验 对就是可以这样说了 就是研究是不一定有成果的 就是这个就是研究的本质 就是你研究的东西 如果你一定知道有成果的话 它就一定不是研究 对 所以其实本身研究是一个 我们在香港或广东话有说法 就是不会包商载 就是不会一定要孩子生出来的 就是你就要投放一些时间或是想法 怎么样想一个 一开始要想想好一个比较可以实现时效上可以对应现在实施的议题 同时候又我们常用这个词语叫researchable 就是这个问题是可以在我们的一个能力底下可以很很有效的可以研究出来的 对就是这个是其实是另外一本学问了 就是你怎么样可以训练自己有这一种 嗯就是呃 sense 就是主主角 主角或主角 主角对对对 怎么样呃去看到一些问题可以很用比较啊速度比较快一点的方式来研究出来 呃发布出去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是呃这一种呃研究的赔力的一个能力的提升在呃这个也是我们自己的定位就是我们现在其实不只是做一些研究工作而是其实呃也有一些跨呃全体的一些不同的合作怎么样可以培育不同的团呃团体在不同的议题上尤其是我们在香港比较 关注土地规划 还是房屋政策呃这类型开放呃开放政府这类型的政策性的一些可能关注那些政策的团体的一些合作就是怎么样可以培育大家的一种呃呃呃可以抓到一些可以透过研究来推动这个议题的一种能力对 好那谢谢两位分享刚才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不要先设定研究一定要有什么成果我们不可以跳入kpi的那个框架思维 因为其实有另外一位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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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所以說回到開放資料指標這邊的研究 那主要是想要問Benjamin就是說 就是現在已經做了很完整很棒的開放資料數據 那不知道說像這樣子的研究報告 你本來預期的會使用的對象會是誰 那或是不知道現在說發佈的狀況如何 香港政府和民間有沒有什麼反應 能聽見嗎 可以可以可以聽見 OK好謝謝 對這個問題其實也是我們一開始要想的很 一直在想的一個問題 因為其實我們本身的定位是希望做一個 有點類似於一些民間智庫的這種研究 因為其實簡單講講這個背景就是 開放資料在香港的民間的發展 其實2013年就已經比較多了 剛才在分享裡面已經有 那時候主要是其實是一些民間 IT背景的人比較多一些 然後主要的形式是希望 是用一些hack phone的方式來 一個是找一些解決方案 然後另外一個也是引起大家的重視 但是其實這樣一種形式大概活躍到2014年 15年相對就會比較安靜一點 那就有一些人其實就沒有很積極的再去參與 那有時候我們也有了解過一下 那我想我們發現其實發現一個比較大的一個狀況 其實就是有很多民間的人士可能對於政府在這個方面推動不利 然後感到比較沮喪 特別是早期的一些積極推動的一些人 還有一個很有趣的 其實香港在推動open data早期的這個群體裡面 有很多是這個外籍人士 是英文為母語的 而不是香港的本地的一個社群 反而本地的社群是相對晚一點點 那然後因為很多這些人覺得政府在這方面其實講講講 就是不停的在循環 那然後政府又表面上很支持 然後就是給錢也支持你們去做一些back phone 但是做完之後就然後就沒有然後 所以我們為什麼定位要想做這樣一個事情 是希望其實想把這樣一個狀況很系統的 然後比較大家能夠認可的一種方式去做出來 所以我們確實講的很對你剛才提問的 就是我們其實花了很多的時間和精力去做這件事情 是希望能夠我們能夠做出來的研究是表經得起一個考驗和結問 那最大的就是說我們希望能夠去影響誰 那其實我想其實第一個是政府 其實是我們希望能夠讓他們去聆聽我們的一些觀察的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一些之前的這種方式 其實有時候你會感到政府會比較傲慢一點 他會覺得你沒有做很充分的研究 然後OK你就是講講你的一些作為一個業界 作為一個使用的你就講講你的看法 所以然後聽完就聽完了 所以我們是希望能夠用這種方式 然後讓政府真的是能坐下來 跟我們去有一個溝通和去聽 這是一個方面 然後另外一個方面其實我們還有一個定位 就是其實我們不想把這件事情做得太過技術層面 是希望其實我們更希望是能夠去邀請更多去數據的使用的 比如說我們邀請本土研究社大家一起來合作 去研究這個土地本身的這個數據可以怎樣去開放 包括就是這個開放的這個可能性在哪裡 在香港 然後有哪些實際的問題是希望去透過open data的方式來解決的 所以其實在接下來我們馬上正在開始的一個動作 就是我們要做一系列的針對不同的主題的data 去做一些這樣的一些seminar 然後去邀請熟悉這個領域的人 特別是一些activists 一些民間NGO的一些人 然後大家來得出一個比較好的一個建議 就是這些哪些是可以真的是可以我們去主張說要盡快的去開放 而且我們的理由是什麼 然後我們怎樣去向公眾去做一個交流 當然這裡面還有很多的工作很多要做了 我們也有很多想法 但有時候實際起來也跟現實有一定的距離 好 那謝謝這邊的分享 那另外還有一個對Benjamin的問題是 其實像那個商業註冊的資料集 可能對於就是商業活動非常蓬勃的香港格外重要 可是似乎又特別敏感 像在台灣是直受益人的揭露 也就是商業體制跟民間體制也是不斷正爭吵 彼此都覺得你們應該要怎樣 那你覺得這一點上面香港政府接下來會有什麼樣的進展嗎 我不能代表政府去發表任何的評論 然後我也這個時候我們暫時也沒有辦法去做任何的預測 因為其實本身剛才也講到其實每一個領域的Data 都有它本身的一些不同的民間團體在那裡互動 所以我們也想跟在做這方面的這種政策倡議的民間團體 去合作去了解它的一個狀況 但其實我想說一下就是關於這種企業註冊的資料 其實是在國際的所有其實主張Open Government的 Open Data的他們的這些國際的組織 他們做了很多的這種實證的研究 去探討各種可行的方法 其實我們要做的一件工作是把一些這種 就是別人已經討論過的一些有效的意見和建議 然後介紹到香港來 然後再結合本土的狀況 我們去得出一個開放 因為其實比如說像企業的數據的話 如果說你要完全去打開的話 這其實當然這裡涉及到一個隱私的問題 然後也涉及到一個商業機密的問題 你不可能 我也知道不可能就是你百分之百 什麼都免費的讓民眾去看 但這裡面肯定是有一些方式 有一些提高它的整個透明度的方式 去提供比如說一些災藥 那具體怎麼樣去做的話 這就是我們接下來希望去研究的一個問題 其實像這些研究成果 都還有很多接下來可以發揮的地方 其實本來有個問題就是我非常想問你們 因為我覺得這個問題是 不論香港本土研究社 或是相網互聯網協會都可以 有應該可以回答的 那這個問題其實是 要怎麼樣讓公民可以參與到你們研究成果 因為畢竟研究通常都可能 大家想像中比較深 但我想說你們其實剛才都多少已經有回答到 那有沒有請 香港本土研究社和Benjamin這邊 你們有沒有最後再補充一點 你們想要補充的 好的 謝謝那個提問 因為我可以回應一些 關於那個business registration的部分 因為其實我們大部分的研究都會先行到那個 透過查閱一些公司資料的一個部分 因為我們很多關於土地啊房屋的研究是要看其中一個問題就是很多 比如說比如說 團職農地或是一些關於 可能我們有一些研究是關於香港的那個房屋稅物的漏洞的一些問題 然後可能是有牽扯 牽扯到一些公司是怎麼樣透過那些 稅 在防稅漏洞啊各種各樣 所以其實我們 我可以說就是九成的我們的研究都會遷徙到查閱那些公司的資料的 然後現在的狀況是其實90年代在香港開始就這樣很多一些公司資料或者土地的一個資訊 你要查的時候它就開始慢慢市場化 就是你需要付出一個相對 就對於民間來說就是比較unaffordable 就是也挺貴的一個成本你才可以查閱 但是如果你相對比方說英國來說其實有一些是免費 或是只是收一個基本的行政費的一種查閱方式 所以其實在香港是面對的一個開放資訊的問題 其實不只是它有沒有開放 而是它可能是有一些門檻 就是它透過用那個價格來讓你看不很清楚整個圖像的一個問題 比方說我們很多一些研究是要透過大規模的一個土地 或是公司公司查查看一些比方說違規的一種房屋或土地問題 但是那種方式是我們對於我們來說是一個門檻 所以其實這個是一個部分讓我們香港的一些business registration 可不可能做到一個database的一個就是可不可以做到這個部分的這個這個限制 另外一個但是其實香港是有一些私人的公司在做那種 就是它可以買它有錢所以它可以買大部分 我不敢說全部都是大部分的資料 自己已經做好一些database 但是它是每一秒鐘收費的一種服務 所以其實是一個它有一種商業化的一種做法 但是沒有一個很公共或是開放的面向 所以其實我可以補充多一點這個問題的部分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關於剛剛說到這個開放制度局怎麼樣可以讓公眾更加多的參與 或者我們一些做研究團隊怎麼樣可以讓公眾參與 其實我們剛剛Brian其實有一個很好的一個 cycle 跟大家已經說明了我們怎麼樣可以讓自己的研究工作 變成不同的層次可以讓公眾參與的方式 在可能只是data gathering的一個基本的層次 或是怎麼樣可以一起想一個辦法出來一起做 或是一種verification 就是核對的一個部分 其實很多不同的領域 如果有人策劃那些研究 將它切開不同的層次的話 是比較容易可以讓比較多人一起參與 對這個其實是讓研究好像有對於公眾有一個很大的距離的方式 拉近一點讓現在我們很多不同的參與者 其實本身是沒有研究背景的 有學生或是有可能有中學生也有 對就是也可以參與到我們的工作 只要你有一個好一點一開始的構想讓他們參與的方式 所以其實我們研究是真的 其實我們不只是自己做研究 而是真的開一個平台出來 讓更多人掌握這研究能力 讓他們自己再去 大家自己想關注的議題去發費 這樣子 好 那我們再次謝謝King和Brian 那Benjamin 有沒有最後一點想要補充的 不過我們有一點超時 其實我沒有太多 我只是想附和一下 健青的這個剛才的這些說法 其實真的是 我自己也是覺得很頭痛 就是怎樣去把研究進一步的讓公眾來參與 那這裡面有很多的 有很多東西是我們需要去探索的 其實它有很多的層面去 包括在我們的一些研究去把一些裡面的一些故事 把它再拆分開來 然後用通過不同的媒介去一點一點的再把它講出來 其實這也是我們在嘗試做的一些事情 但當然我們還是有很多的東西要大家一起努力 所以也是要繼續向台灣的一些有經驗的朋友去請教去學習 謝謝 好 那我們謝謝三位講者 感謝你們的分享 不過其實我還想要補充一點 可是這邊我確定是不是那個Colee老師他們要休息了 就是剛剛講到實質授員 雖然說你們想要向台灣學習 但因為最近台灣政府才在推我們要寫開放政府行動方案 按照國際標準寫OGP的行動方案 然後其中有一項就寫實質受益人揭露 然後他們本來大家都以為 天啊怎麼那麼先進 你們居然把實質受益人揭露放在裡面 然後我就去開了那個會 然後開會過程中他們寫了很多KPI 然後才發現這些KPI都是現在已經有在做了 沒有什麼是新的 然後我就說那如果把這些都去掉 哪些是你們真的要做是新的嘗試 結果只有一個 就是印製文宣 像商業公司宣傳可以多開放一些資料喔 就這樣 那他們說為什麼會做這個 就是他們覺得所有可以開放 那個企業之方的 就企業們沒有極力反對 然後可以開放的資料 都已經開放了 所有一些 所有現在民間想要再要的資料 都是企業那邊極力反抗 然後不願意 也不是不願意 就是有很多考量 比如說會不會牽涉到商業機密啊 很多爭論的資料 所以他們覺得其實在實質受益人這邊 他們已經沒有什麼可以做 但我就是聽到他們說他們接下來要做的事就是 提升企業的那個認知 Awareness 讓企業願意再多開放一些 然後我就在想 我不確定這樣是 沒什麼用呢 還是要說他們有心呢 就是我覺得就是兩面都有 但就是目前就是台灣 對實質受益人的部分 的做法 那只是想說 也剛好回應你們 剛才就是講到商業使用上面 其實的確是會有各種想不到的限制 那我們要怎麼去突破可能 就要想比較多元的方案這樣子 我很快補充一句 就是其實我很感謝您的這個 分享這個台灣的這個案例 我覺得這也真正是突顯了就是研究的 特別是民間研究的重要的地方 就很多時候其實政府它 你不知道它是有意還是無意的 其實很多說法其實是並不準確的 如果你真的很仔細的 花時間一點 花多一點時間經濟去看 其實你一定能夠找到中間一些可以突破的位置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我們的工作的意義所在 好 那我們謝謝各位講者 那如果就是slido有沒有回答到的問題 如果講者有空 你們也可以直接打在下面 說回覆的部分 那如果大家還有台灣 有什麼可以分享給他們的經驗 我剛才就已經想到很多個 然後也可以打在slido 然後提供給講者參考 好那再次謝謝大家 跟我們一起帶到這麼晚 好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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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